还有景观台的火车你搭过吗 国宝级总统花车台铁首度开放 玄关进到车内 绒布沙发跟茶几的会客室典雅大方 附加瞭望台的客厅车 用餐区还有服务人员出餐的吧台 座椅把守外加烟灰缸 在在显示久远年代感 看起来还不错 上面还有床啊还有沙发 非常好奇 很想去试一下 体验一下总统的感觉 总统花车1967年改造完成 是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 富有历史意义艺术价值 就像移动的博物馆 台铁跟旅行社合作 推出花东铁道行程 妇科前总统李登辉 当时乘坐的编组 两辆裁电机车头 牵引电源车 三辆菊光号车厢 总统花车还有客厅车 从今天早上十点开始开卖 到目前为止下午三点钟 已经卖出超过五百个人来预定 其实这也已经是所有总数 两千一百一十二席的总座位数 已经将近四分之一了 总统花车之旅 十月行经花莲复礼 十一月是台东瑞穗 途中不只欣赏花东景色 观赏历史文物 还有火车大菜 这些历任总统称赞的庶民小事 也在这次规划之内 网友分享民国五十年 台铁火车菜单 很多现在没有的 包括火车大菜 经济咖喱饭 火腿三文治 价格大约两到三元 最贵的火车大菜十五元 网友解释就是牛排 鲑鱼等等西餐 专程替旅客还原菜色 这趟铁道之旅 仿佛进入时光隧道 三连新闻 李温宇 台北采访报道 我再基于 这宗你 希望保鲑鲑鱼